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适合夏天 夏天搭船刚刚好 只是搭船的玩法到底有哪些呢 如果周遭景点又可以怎么安排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专家来宾一起讨论了 首先第一位就是我们资深导游七月哥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的旅游达人Windy 哈啰 大家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旅游达人方云 嗨 嗨 还有我们的旅游达人艾瑞克 大家好 好 今天要带各位这不脚踏实地 我们只要搭船去 搭船游玩去 只是船的种类很多 花样很多 费用很多 到底怎么分 今天我们就分两组来PK啦 右手边就是我们的超值组的代表啦 左手边是我们奢华组的代表啦 到底多超值 多奢华 还要分三回合来比高下 电视墙上面来看到这三回合呢 分别是运河 出海跟跳岛的玩法 那我们就直接先从运河开始好了 来来来 运河组奢华组带我们去哪里呢 台南的碰碰船 艾瑞克总会有碰碰船这种事啊 当然有 而且不是那种儿童乐园里面的那种碰碰船 是真正的碰碰船 真正的碰碰船 在哪里呢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其实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每个城市里面 很伟大的城市都一定有河流 这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要带大家来到 就是台湾的历史的起点 一辅二路三盟甲 一辅城安平运河搭这个碰碰船 对 其实安平运河的历史真的非常悠久了 从以前的交通跟运输的作用 到现在已经变成观光的性质了 那为什么说它是碰碰船 为什么 其实是因为它是弃船以前的年代 弃船是它会啪啪的声音 是它的声响是碰碰碰的 是声音的关系 让大家就是昵称它会碰碰船 那当然现在的船 已经不是像以前那种古色古香的船了 现在都已经这种年代 而且我们今天走的是奢华祖 大家去做的是很高级 然后很浪漫的这种新式的船 那其实这个安平运河这个路线 它的游船路线有很多条 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推荐 大家一定要选那个夕阳的 夕阳 就大概可能五点多出发 或是六点出发 然后折返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夕阳西下 华灯出向的魔幻时刻 又看到夕阳 又看到夜景就对了 而且因为这个安平运河 现在整顿的非常非常的好了 那它的沿途会经过很多的景点 包括很多的桥梁 那每一座桥梁的特色 它的样子 它的点灯 它的造型都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桥它很有特色 因为它比较低 因为有的运河的这个桥 是很久以前就盖好了 那现在的船越来越高了 所以有的船你经过的时候 真的就是要弯腰这样子 你要把头低下来 而且像我们比较高 手比较长的人 你可能可以直接碰到桥底 真的可以碰得到的 所以是很好玩的一个体验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假日的船 为什么 因为假日的船 它在船上还有特别奢华的享受 什么东西 因为在身上还有乐手 乐手的现场表演 所以那乐手如果碰到桥蹲 你要蹲下来弹吗 当然啊 有时候你会有碰到这个小提琴的 萨克斯风的 然后Live Band的都有 所以你知道吗 星光璀璨 还可以有这种很浪漫的 这种夜间的表演 再加上一旁 包括是桥蹲 然后这个像是台南的一些地标 像是炮台 然后还有像是大雨的祝福 全部的灯一起点起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个有多浪漫的感觉 所以很推荐大家有机会来安平运河 不要只是走走 也搭船逛逛这个安平运河 那种以前古斯路那种浪漫的感觉 它一趟大概要多久 费用多少钱 因为毕竟你奢华族 我怕真的会很奢华 其实真的是高贵 但是不贵 因为它其实有各个航班 那我刚推荐是比较短程的 大概来一回就是一个小时 对 然后只要500块钱左右 500块就有那么多享受 真的是高贵不贵 那这样对方这个超值组压力就大了 500块在这里算奢华 那超值的部分 那我就要问你齐悦哥啦 人家500块而已 你现在花更少的钱 带我们不同的享受去哪里 我们要来去坐爱之船 爱之船 在哪里坐呢 在高雄的爱河 这厉害喔 真的是追入爱河啦 这个是台 人家说台版龚多拉 为什么要大家出国去威尼斯 坐那个龚多拉 游船 船夫还会唱那个意大利情歌 对 好浪漫对不对 现在不能出国 没关系 高雄的爱河呢 就有台版龚多拉 而且呢不用等到假日就唱歌 他天天唱给你听 天天都可以搭啊 天天都有 晚上呢就可以 尤其是我非常推荐 我也是这个黄昏时刻 也是这个时间 因为黄昏时刻呢 你同时可以看到 华灯初上 然后呢夕阳西下 整个桥边打上了灯光 两边的照景 那你在船上面呢 他们那个船夫呢 会帮你唱两首歌 那你要英文歌 中文歌都有 也可以点歌 哦 赞耶 那每天晚上呢 这样子走一圈呢 大概多久 半个钟头 也不长 不长的 费用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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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对面500块而已 500块对不对 不用啦 多少 200块 200块 而且就有人在专门帮你唱歌 还有人就唱歌给你听 我觉得这艘船其实还蛮不错的 有时候呢包船下来求婚 好像也是个选择 因为我以前也去过那个威尼斯 我觉得超像的 就是那种船很漂亮 很异国风情的感觉 那刚刚齐悦哥讲说 这个大概半个小时 这个时辰 那我想问一下Windy 周边还可以怎么玩呢 其实我觉得高雄的好处就是说 这个运河之外 我们不是只有河 我们是港 河 港 海的景观 同时在这里都看得到 三合一 对 所以你搭乘着拱多拉 然后游爱河的时候呢 我们的大港桥还有整个港区 它就是整个设计上面呢 是有一致性的 它用白色的色调 蓝色的色调 让你在视线上面既辽阔 又不失高雄特色 高雄越来越美 越来越美 那加上大港桥呢 其实当我们搭乘 就是在整个高雄的河上 在二河上游的时候 这个大港桥它是全台 唯一一座的旋转桥 每天下午三点跟假日的时候 晚上会加开场七点 有一个桥的旋转秀 就在那个秀慢慢打开的同时 Will you marry me? 哎呦 整个都醉了 对不对 就只有这个时刻 One moment 你就是我的唯一的那种感觉 永恒时刻 对 加上大港桥 它整个造型上面有像飞翔的翅膀 如同你们的爱情正在起飞一样 好 那在这个求婚完毕之后呢 直接就到教堂了 哎呦 求婚之路 让天父天主公正 见证你们的爱情 玫瑰圣母教堂 我觉得玫瑰圣母教堂 以前它会 大家说它是一个网美的打卡店 不过现在比较可惜 是它里面不能摄影 那现在整个高雄周边的仓库群 我觉得他们建设得非常好 除了大家熟悉的博二之外 战二库 宏来战库群 整个都建设起来了 然后它透过大港桥 也可以相连接 十分钟就可以走得到 在两个就是河畔两区 对 慢慢散步过去 然后整个仓库群 它的文化是非常多元的 就是不管是仓库群 或是到博二艺术特区 你要去文青咖啡厅 有文青咖啡厅 法式蔓石有法式蔓石 然后转角都是艺术 像在这里大家就会先去找小安 就是有一个尿尿小童在那边 或者是你一转角 就会发现说墙壁上 他们种植了植物藤蔓 慢慢攀爬 设计一个绘画式的窗户 就每一个角落你都会觉得说 好拍 有艺术 然后有点缀 我觉得非常的棒 很推荐大家 超纸组好浪漫 推出的东西都很酷 但是我想问一下奢华组 这样子我们要拿什么来PK 除了碰碰船 是 我跟你讲除了碰碰船 我们来到台南 当然不能错过 我就是美食古多的美食 好重要的 拿美食出来好好的跟对面的PK一下 好 那首先来到台南 一定要吃的就是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碗 属于自己的牛肉汤 那所以牛肉汤 这一家也是我很喜欢 它就是在安平 然后它的牛肉汤的特色就是 你看粉红色的肉 但是它的汤头是有一点点 加了很多一种中药的味道 香 对 很香 很纯 那如果你不喜欢中药味 你可以点它的牛杂汤 就是清汤加一点点细细的姜丝 所以要什么样的汤头 什么样的感觉 甚至于如果你喜欢吃热炒的 炒牛肉 这边你也可以点得到炒牛肉 比如说苦瓜炒牛肉 或者是冲爆牛肉 搭配一碗牛肉汤 还有它的牛燥饭 牛肉燥饭 非常非常满足 然后再来我要推荐大家这一家 这个是什么 你看看 因为大家不应该忘 我们今天介绍船嘛 你知道所以在台南也是海鲜的集散地 看到船就想到海鲜 对 你会吃得到很多 在当地才吃得到的海鲜 可是你看到这一家店非常非常酷 它是被茶饮被摇摇饮所耽误的一间海鲜店 什么意思 所以它又有卖饮料 它其实是一间饮料店 然后没有想到后来它这个海鲜浮夸系列 竟然比它的饮料还要红 原因就是因为 你看看什么叫浮夸系列 例如先讲这个好了 这是你在台南才吃得到的火烧虾 火烧虾就是小小只的 然后一整只都是红红的感觉 然后你咬下去 或是就会咬得到那种虾肉 有一丝一丝虾肉的口感 非常非常的清甜 火烧虾辣拌 锅烧意面 还辣拌 超重口味 超好吃 你看得到任何一条面吗 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面 全部都被火烧虾给掩埋住 满腐败 然后呢 然后还有这个 这什么 你看到蒜泥鹅啊 蒜泥鹅啊 锅烧意面 它就是蒜味很重 然后满满的也是呢 南部那种一颗一颗小颗那种 很小肉很结实的那种鹅啊 然后呢整个就跟你的锅烧面拌在一起 可是这边呢 我一定要大推大家 你一定要点的是 什么 这一碗 那可是什么东西 三只的鹌鸡 哦 红巡哦 红巡烧意面 刚海鲜还吃不过红巡 红巡烧 而且满满的三只剖拌 就在你的端上来的大碗弓上面 剖拌整个铺平 最重点是 你知道有汤的有干的吗 刚还是拌的嘛 这个呢 请你一定要点汤的 原因是因为它的汤头 你加一点点钱 叫它帮你换 蟹黄汤头 哇塞 端上来那多香啊 对 蟹黄汤头 西饱汤 只要这边满满三大只的 昂巾铺满 是不是很浮夸 然后甚至于 这边还有这个 普烧蛮的系列 就是普烧蛮的拌面 然后各式各样的海鲜 你知道有多便宜吗 多便宜呀 它的价格 它原本是饮料店 现在变成这个超强系的 超强系的 大概就是100出头到400块左右 好便宜 所以就看你选的 各式各样不同的海鲜 有不同的定价 但是不要忘了它是一间饮料店 你就点它特色的饮料 搭配了这个浮夸的锅烧意面 是不是很赞 然后吃完之后不要忘了 如果你就住在市区 现在讲安平嘛 你回到市区 一定要去这一家 已经有一甲子的水果店 水果店 吃一碗水果冰 或者是叫一碗那个 就是那什么 蕃茄的那个 蕃茄的那个 蕃茄的水果 来感受一下台湾在地的特色 这厉害啦 对不对 听得我嘴巴都一直流口水 对 这个超值的高雄组 推出了超浪漫的景点 台南就推出美食跟他来一个PK 目前为止 美食对景点我觉得不分上下 平分秋色 那我们要分高下 用饭店来分好了 来来来 那我就要问一下艾瑞克 新饭店控来到了台南 如果要推一间最新的饭店 有没有 如果你们现在就想要去台南的话 这一家饭店赶快把它订起来 这家饭店是在2022年夏天 就在最近才刚刚开幕的 这么新啊 对一开幕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话题 而且也即将成为台南最顶级 最奢华的饭店之一 我指标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饭店就位于安平港 就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非常漂亮的安全安平运河的旁边 而且重点是 它是目前全台湾唯一一个 拥有自己的码头的饭店 它这里有一个码头啊 对我们今天要坐船 有多奢华就有多奢华 因为是有自己的船 自己的码头就在自己的饭店里面 而且跟船完全都是有关系的 对 而且你看它的外观 有这样一个就是世界级的 大游轮一般的一个饭店 它所有的房间都有大量的窗景 所以一边你可以看到这个安平的市区 台南古都的样貌 另外一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安平港水井的样子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水井豪宅第一排 真的 真的 然后再来是它的设施非常非常迷人 它有台南唯一一座的高空泳池 还有游泳池 对像薰凯哥去亲子旅游 游泳池就加分了 而且它还是 对而且它是高空的 你可以这样整个坐拥安平港 坐拥整个夕阳西下的美景 非常非常浪漫 除了这个泳池以外 它设施也是应有尽有 因为既然是一个奢华饭店 它有这个冷热按摩池烤箱 然后各式各样的都有 健身房什么都有 所以它的这个设施是没有话说的 再来就是还有美食 吃的 虽然说台南已经有很多美食 但是来到这个饭店入住之后 它有两家餐厅也很值得大家去试试看 第一家餐厅它是这个中餐厅 它是由前国宴主厨 对来就设计的菜单 所以里面有樱桃鸭 然后各式各样的港点 喜欢吃中餐厅的 比如说长辈的话 就可以去中餐厅 如果喜欢吃buffet的 也不能错过 它的buffet主打的是南欧 对欧式的南欧的风格 所以里面的这个东西 除了说台南小吃 像是牛肉汤这些通通都有以外 然后龙虾的欧母蛋 然后送入的薯条 然后再来就是它有这个 像是各式各样的海鲜 刚刚你听到那些海鲜 在这个buffet都随便你吃 所以我觉得这个饭店 真的是你现在到台南 一定要去住就是这一家了 它听起来应该就不便宜吧 来看一下 要一万多块 真的奢华 但是这个是它的定价 但是最近因为它是新开幕 所以它有一个市营运的新开幕价钱 我跟大家说手脚要快 多少钱 因为只要三千五百块左右 市营运三千多 对 只要三千多 所以真的趁现在赶快住起来 但是这个价格只有到九月底 所以赶快赶快冲去 对 奢华组这厉害了好不好 真的很奢华的东西 但是它找出了优惠的方式 甚至现在只要打三五折 那这对面的超值组压力又大了 齐悦哥 没事 我们有信心 住的部分 人家又新又便宜 我这边也要介绍的是又新又超值 而且还是有爱河的无敌河景 又新又超值还有爱河的无敌景观 到底要推出什么样的饭店 来应战呢 休息一下